因為我們很多人都說這次疫情來講 台灣算是跟其他國家很快恢復到過去的生活 那時候我們就覺得 可能沒有在這次疫情發生 可能沒有您的加入行政院 我們也不曉得會有活照地圖這樣的概念 因為過去可能曾經幾次的 那也不是我的概念 也是家瑋嘛 是一個台南的朋友的概念 我覺得台灣最厲害的就是說 任何人有一個新的想法 你只要打1922 然後隔天下午2點鐘 大家都戴什麼色頭髒 是 OK吧 那 再調亮 好 因為那個時候就覺得 可是我那時候其實我看口罩地圖 然後我就發出去現場 對 然後他就問我說沒有口罩 對沒錯 當時如果有發號碼牌的話 那其實是造成鑰匙的麻煩 後來我們有一個方式 就是它是按一個鍵 它發完號碼牌之後 按一個鍵它就會從頭上消失 它就自己就消失了 所以它其實是有2.0、3.0板 這樣 對那都是鑰匙跟我們要的功能 還有一些鑰匙它還有 可是它是有一批是留著 下午6點或7點以後才賣 那那個就是有一個營業時間的備注 那也是鑰匙藥我們才加上去 然後這也是鑰匙的改善 也不可能說是一次到達 你如果是前一兩個禮拜的話 那那個時候確實如果有發號碼牌的話 我們反而造成腰匙的麻煩 對 那個時候就是大家都在抗議啊 對 但後來就調的蠻好的 好 那鄭文可會跟我們提一下 當時那個口罩地圖的概念是為何 對 在台南有一個朋友叫吳詹偉 當時當我們是在超商以及一些藥妝店 去買口罩的時候 每個人可以買三片嘛 但就是全家也不會知道你在CM買過了 所以這個情況下 OK也不會知道來賦過 現在四個都要提喔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每一個人其實都會有一個鄉野傳聞 就是說兩點鐘口罩進來 半夜三點就有人騎摩托車 然後每一家就買到 到四點的時候就什麼都買不到了 所以當時吳詹偉就想了一個想法 就是說允許大家都在Line群組裡面 他的情況會有說這家還有這家沒有 那不如是大家都在一個地圖上面 好像貼標籤一樣說這家還有這家沒有等等 這樣子他就不用就是手動的去看 就是每一個人回報的訊息 是每個人都可以看同一個地圖的訊息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說 因為記者報導的關係 所以不是只有他的情況會用 而是全台灣的人都在用 所以他的這個網站直播了一天半 因為他就欠Google60萬的使用費用 他就營運不下去 那但是在當時呢 因為我也是其中一個使用者了 我就拿他的這個東西 然後給我們的院長看 那院長一看到之後 他就發現說 這樣子的做法真的非常好 因為他有一個比喻 就是說這就好像是GPS一樣 你在看到的時候 你看到紅的表示塞車嘛 雖然0.0近但你不要開嘛 綠的表示沒有塞車嘛 雖然0.0遠 但是你還是要去嘛等等 那他這樣子一想之後 他就告訴健保署說 那這些民間的朋友 如果是因為資源啊 或者因為沒有這個足夠好資料等等 那我們國家要全力去支持 那不是去把它國有化 而是說去提供他們所需要的資料 所以在藥局階段 我們在一開始就決定說 我們會每30秒在當天的晚上吧 就釋出就是即時的庫存的資料 但當然因為有鑰匙發號碼牌 所以庫存資料跟排隊資料是兩回事 所以後來我們也聽取鑰匙的建議 把發放號碼牌的時間 把它發完號碼牌之後 按個鍵就可以衍生等等這些功能 都加到我們的我們叫做API 就是給機器看的資料的這些端點上面 那現在已經有超過100個各種不同的應用 因為像當年SARS發生的時候 我們可能沒有那麼多的高科技可以應用 不過這一次呢 今年可以看到呢 因為肺炎疫情有關係 這高科技的智慧防疫是不是 這個背後來講 很多網路系統是不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你看如果你在偏向的一些藥局 如果他沒有網路設備 那這樣就不可能你每次刷健保卡 你就立刻就看到口罩底圖上面 剪掉3或者點到9 那如果這樣子就是沒有辦法即時反應的話 其實就會起糾紛嘛 但就會覺得說 那你這個庫存到底是不是完整的等等 對那只有在這種即時更新的情況下 我們才能夠去變成一個像分散式的帳本 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看到 每一家藥局你真的去買了 他數字就往下降 這樣子的話 每一個人的信心就提高了 而且這也讓民眾能夠自己去做出分析來 有一些做就很像起火啊 就是對 這樣的一個儀表板 就是當我們從每周三片片 每兩周九片的時候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他的供給量真的上升 而且他可以去分析說 在某些地方可能大人的有 但是小孩的短缺或等等 那也是因為這個分析我們發現說 民間的朋友告訴我們 在某些特定的地方 他比方雙北跟新竹 就是有一些行政區 他們那邊的人怎麼樣都買不到口罩 為什麼因為他們下班的時候 鑰匙都下班了 就是所謂的爆肝的這個工作者 其實說不定我們都是像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時候 就是當時我們就決定說 那你要跟24小時營業的朋友們合作 那就是為什麼開始口罩2.0 後來3.0 可以直接在超商併購的原因 所以這次就可以告訴我們說 其實民間不是只是呈現政府的資料 民間也可以回饋政府決策的依據 所謂的巡政治理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是雙向的嘛 那像現在我們就有收到那個類細胞禁訊 那萬一未來萬一疫情再發生 那5G的時代這樣的情況 我們會有再更多的延伸嗎 對當然了 因為在5G的時代大家能夠傳輸的 即時的資料 就不是只這種庫存的數字 那舉例來說 當我正在排隊的時候 5G說不定就可以知道說 我現在即時來直播一下現場的狀況等等 那我們隔著視訊 其實你如果現在用4G做過直播 就會知道說 它從別人收到你的訊息 到別人的留言啊什麼出現 它中間會有一個delay 就是會有一段時間差 那所以大家還是會有一種隔著一層的感覺 那更不要說 如果在4G做過稍微不好的地方的話 那可能還會有抽格啊 或者音訊不好的情況嘛 那所以我們現在大部分的直播 都是要在專業的直播室裡面 你接一條光線網路 接以太網路線才能夠達到 好像省力其境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呢 以後在5G的時代 任何人只要你拿著一顆球 甚至你不用拿著 你給無人機去放在上空 那任何人都會有省力其境的感覺 而且是幾乎沒有延遲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任何人都可以來確保說 原來現場發生的狀況 真的就是如我所看到的那樣子的狀況 這樣子的話 大家彼此之間互相信任就更容易了 那正文有說到無延遲的狀態 那其實5G有強調一個共同在場 包括像醫生病人的共同在場 像是遠端手術 那像什麼樣的產業更適合遠距工作呢 對我想我們在偏鄉最重要的 我們現在就越偏鄉越先進 有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健康 那一個就是教育 那健康您剛剛已經提到了 好比像說 你如果要在救護車上面做一些緊急處置 那而且醫生又事實上就是不在那個現場 沒有辦法趕到現場 那5G的話可以確保說 即使你在高速行進的車輛上面 你還是可以做非常精準的 像是手術這樣子的一種處置 那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第二個部分也是同樣重要 就是在教育方面的應用 因為畢竟在偏鄉的很多朋友們 他如果是想要學一個專科的話 就好像專科的醫師 他不一定會在偏鄉 專科的老師也不一定都在偏鄉 但是透過5G他就可以有一種 好比像說我們在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就可以跟各地不同流行音樂中心 透過5G啊 可以好比像一個四人的樂團 可以兩個人在這邊 兩個人在那邊 然後還可以彼此 對就是串流流行音樂 那所以對很多 尤其是像技職這樣子的學習來講 他必須要跟師傅一起動手操作 在以前他對著一個螢幕二維的平面 他畢竟還是隔著一層 那接下來透過虛擬實驚擴增實驚的技術 他就可以有一種真的 好像我就是在工廠 我就是在廠放 我就是在做這些高度需要專注力 然後需要非常多的肢體操作的這些工作 而且如果不小心弄到爆炸了 還不會真的爆炸 因為是虛擬的嘛 這樣 而且不會像是看Youtube一樣做中選 你還是可以認真看到很多的細節嗎 對 其實在5G就是推廣的時候 我常舉一個例子就是拍怪獸 拍怪獸為什麼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是因為 怪獸其實他很難連著光線 他部分去的工地 都是沒有光線網路的地方 而且你很難預測下一次這個怪獸 會開到哪裡 但是5G就可以確保說 這個開怪獸的朋友 他可以去跟他的學徒 那他的學徒可以是很安全的在教室裡面 那他還是好像坐在副駕駛座一樣 看著老師傅怎麼樣去開 甚至這個老師傅 以後也可以在他的指揮中心裡面 就好像我們常常看到了很多那種就是開這個人型機架 那樣子的一個駕駛艙的介面 那他開完這邊之後 他只要按一個鍵 他又切換到另外一個工地去開另外一台怪獸 那像這樣子的做法就是如果沒有5G的話 靠目前的光線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做到的 但是當然5G大家會對於電磁駛有一些疑慮喔 那鄭偉這部分怎麼看呢 因為畢竟你每天工作 可能都要是跟很多3C產品一起來共處 那你要怎麼樣跟電磁駛來共處 我覺得這個跟台北市資訊局之前有做過一個測試 就是當他們在公廁上面做WiFi的時候 他們就邀請那些對電磁駛敏感的朋友 做類似像這種雙盲測試 就是說到底有開WiFi沒有開WiFi的時候 他們的感覺怎麼樣 那其實大部分的人實際體驗過之後 就會發現說 其實他並沒有真的有那麼多不舒服的感覺 那如果他真的在雙盲測試底下 還有不舒服的感覺的話 那當然很值得我們來認真地看待 那包括還是會有一些很多的民眾 他就說有些人不理性可能放火燒機地台 那鄭文你這邊怎麼看 那是國外吧 在國外有放火燒機台 但是我們在台灣其實有很多人抗議這樣的情況 不過我想放火燒機地台是不會讓巡航增幅的 所以這個可能沒有用 包鋁波紙還比較有用 如果像很多人抗議的話 那可能對於一般民眾來講 他會有些誤解跟迷思 那你要怎麼樣跟他們解釋 不過首先就是說 如果你喜歡用光纖 我們鋪5G並不是取代光纖 所以如果你喜歡光纖 或者是你喜歡Cable 那你還是繼續用光纖或者Cable 我們並沒有說我們5G一鋪設之後 你就不能夠用光纖或者Cable了 那另外一方面當然5G有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它是很多小的 但是其實並沒有4G的訊號那麼廣的基地台 所以理論上如果你4G不會不舒服 你到5G應該要更舒服嗎 那才對 那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我想最主要的還是要 像剛剛講的那種雙網測試 就是如果你實際覺得某一個地方有基地台讓你不舒服 那我們可以試試看 就是把基地台打開把基地台關掉 但是不告訴你說什麼時候打開什麼時候關掉 然後你自己說什麼時候舒服什麼時候不舒服 那後來就可以發現說有一些其實並不是 你真正對5G的那個電磁波本身 而是說你想到5G這件事情本身 那這個我們在心理學上可以透過一種叫做減滅 就是減滅敏感的這樣的方式來處理 那大概這個就是我們目前處理的方法 所以因為5G的時代開始的時候 基地台可能會變多而且變少 可能就在我們生活周遭來講 那你要怎麼樣 例如說未來的政令選擇 要怎麼樣去跟民眾來講 不用擔心這些基地台呢 不過其實如果你會不舒服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旁邊就有一個WiFi 可能是造成心理方面的不舒服 那如果是造成心理方面的不舒服 具體兩個建議 一個是說你可以減滅嘛 所謂減滅的意思就是說 你實際就到一個5G的基地台旁邊 那它也沒有開 那你就看著那個基地台 然後可能跟它打招呼 它大概不會跟你打招呼 對 然後就實際在那邊野餐啊等等啊 那這個其實是有先例的 就是之前在Pokemon GO 剛上路的時候 因為在很多都市 他們定位那個公共藝術的空間不太夠多 所以到最後都定位到台電的便電箱 那所以有一些朋友覺得台電的便電箱 他想到就覺得不太舒服 但是因為玩精靈寶可夢的關係 所以他就跑去台電便電箱 去那邊就是搜集東西 或者去那邊打卡啊等等 那他多去了幾次便電箱 因為便電箱上面有彩繪 所以算作公共藝術啊 所以他去看公共藝術 他後來就發現說便電箱好像也沒有那麼可怕 對 所以就是說去親近它 這是一個方法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像剛剛講的 就是說你可以去進行一些實驗 因為我們在實際就開跟關機器台的時候 我們會留下記錄嘛 就是電磁波到底是多不多強 那所以如果你自己心裡舒服跟不舒服 後來你自己發現說 這個機器台開我沒開其實沒關係 那這樣子的話你也可以說服你自己說 其實說不定心理上面這些排斥是不必要的 那你自己本身會有 要怎麼樣跟電磁波共存這樣的問題嗎 我目前是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以前當自己加WiFi的時候 當WiFi當最開始的時候 如果WiFi的訊號不夠強的話 我確實會是用那個鋁波罐子 就是吃洋芋片的那種 就是試著放在天線上面 試著去增幅那個天線 所以就是鋁波可以增幅訊號 我從很小就已經瞭解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反而對於電磁波 是不需要太過擔心嗎 對不對 因為另外包括你身為這個 總統被黑客松的招集人 是怎麼樣透過這樣的活動集合眾人的力量 讓大家看到台灣的歌 那的評審團招集人 對我們在總統被黑客松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確保在工部門的創新的能量 能夠不會受到法規 或者是受到一些慣例的一些影響 他比方說在變鄉 我們之前有過在總統被黑客松第一屆叫做零食插隊 不是零食插隊 是零食插隊 那他們在做的一個題目 就是說在蘭嶼 我記得那個時候 在晚上因為有護理師 就是他的家屬一定要後送到本島 那但是天候很不好 所以直升級就發生了意外 那後來他們在那邊的護理站的朋友們 就發起了這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如果我們現在不是把病人 非給專科醫生在台灣本島去那邊進行判斷 而是說護理師 當地的醫師跟護理師 在本島專業的醫師的視訊指導之下 去進行處置 那這樣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你當然不會飛直升級 因此也不會摔有直升級 那第二個是說 在地的醫生跟護理師 因此才可以去培養他們的專業職能 不然他只要病情稍微嚴重 就飛本島的話 其實他們也找不太到留在那邊的一個意義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就做出了這個三方視訊會診的一個平台 就是當地的離島 負責後送的那個判斷的醫師 以及當地的 就是可能在台灣本島的專科醫師 那這三邊一起會診 不是只有醫生本身 而是給家屬看 所以家屬就可以更加信任在地的護理師跟醫師 那這個隊伍呢 不但得到了獎盃 那這個獎盃是一個投影金獎 一打開總統就會冒出來說 你不管花三個月做了什麼 在接下來一年我們都把它做成蒙蒙政策 而且後來他們才發現說 這個在偏鄉也很有用 在山地也很有用 所以在原住民族的地區等等 到最後設置了超過一百個 各種不同的像一種視訊 看著的一個點 那當然這個每個點 都是需要光銜去就是固設的嘛 但是我們在5G的時代 就可以去幾乎在每個部落 或者是更偏遠更偏向的地方 要比像說像澎湖南方四島 有很多個不同的小的離島嘛 那這些地方即使是光線到不了 我們可以運用5G的技術 去確保說還是可以像面對面一樣的 遠距的醫師可以去指導在地的醫師跟護理師 我們也為此去進行了修法 目前遠距醫療也都是合法 那除了這個健康跟教育的部分 你剛剛提到的重點吧 那未來5G就我們自己的平常的生活來講 會有什麼樣不一樣的改變呢 我想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說 你下載任何影片會變成大概5倍那麼快 對那我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1月上旬的時候 就還沒有疫情的時候了 去韓國就已經買了5G的手機 所以一直在等著開台 那所以我們今天訪問是6月29 所以我一直在等明天的那個自費方案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我平常 不管是下載影片 或者是我自己要上傳影片 因為我常常就是做一些直播嘛 那以前我們都必須要到這邊 就是一個專業的棚 但是未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約在更多 這個更開闊的地方 那就算是一面吃飯 或甚至是你在一個城市 我在另外一個城市 我們都可以好像是面對面一樣 就是我講一句話 我就知道你的注意力在哪裡 因為中間有一個低延遲的特性 OK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這位